法治晚报看法新闻 记者陈光丽东8月26日 廖海军故意杀人案在审的判决正式声响 廖海军全家被判无罪的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该案件中 不排除有刑讯逼供存在 唐山市检察机关在2014年就已经书面指出该案件中 存在警方陪同廖友就医的情节 并要求公安机关进一步何时刑讯逼供的问题 2014年5月28日 就在廖友去世的4年后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向警方出具了一本退查提纲 其中列出了需要警方侦查清楚的6个问题 在第6个问题中 检察机关记载了对于廖友被警方送医院抢救的调查情况 经查被告人料有被刑军后 第二天即在侦查人员陪同下就诊 驻约达39天的事实属实 随后 检察机关指出 前述诊断如果成立 根据人体性重伤鉴定标准的相关规定 被告人料有的损伤程度构成重伤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严禁刑选逼供可以威胁、以救、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 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 取得的真人证言 被害人陈述 被告人供述 不能作为顶案的依据 据此 应对本案的刑讯逼供问题 于已经进一步核实 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里 也明确指出 1999年1月25日料有被第一次询问 4日15时30分料有阴窗伤中毒性羞祸 急性肾衰 左上帝左肩背部 腰底部 双臀部 双大腿后外侧软足致挫伤 代谢性肾衰中毒 并未驻悦至同月28日 同日九十因急性肾衰转院治疗 至同年3月6日 员工素机工队料有 在被审讯期间入住清晰性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生第二代五十五医院那事实无意义 料有病逝前 2010年6月8日 法治晚报记者在唐山市前西县 新提升料海军的家里采访了料有 其提向记者讲述了被刑事逼供的大致经过 料有生前向记者展示强救自己留下的伤口 对话 法治晚报 1999年1月25日 你被警方带走后发生了什么吗 料有 警察把我拉到清晰县公安局的审讯室里 审讯室里有一个卷柜 一个警察把卷柜打开 里面是各种我叫不上来名字的刑具 那个警察让我挑一个打我的刑具 我没挑 七八个警察就把我在中间打我 用一种叫刺放的橡胶警棍打 他们把我打倒在地上 用皮鞋后跟踩我的脸 把我的牙踩掉了好几颗 料有趁自己的牙齿被打掉 法治晚报 你掉落我的牙齿呢 料有 我把我的牙给吃了 法治晚报 你还记得打你的警察叫什么名字吗 料有 领头的警察叫张宝祥 是刑警队队长 也是我同学 他们半夜吃过饭回来后 就把我给打昏了 用凉水把我扑醒 张宝祥就过来问我 你认识我吗 我是张宝祥 咱们是同学 我说不是我杀的人 我也没运尸体 张宝祥就又开始打我 用一种娇皮管子 里面挂满了沙子 没打几下 我就又昏过去了 法治晚报 再醒来时在哪里 料有 再醒过来 我已经在医院里抢救了 在千锡县的医院抢救了一天 就转到了滕山的二五五医院 法治晚报 此前打你都没承认 为什么在住院期间做出有罪供述 料有 我如果不承认 审讯的警察就要把他抢救我的书印针头 法治晚报 住院费用怎么解决 料有 我一共住了三十九间医院 平均每两天透信一次 一次六百元 住了三十九天 院到底 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费用我也没出 谁出的我不知道 不过我被释放后 去了千锡县医院 要我的病例 医院告诉我说 公安局的人早就把我的病例拿走了 使用下来 很正确的 我有 健康的病例拿走